這位獎者是活動通的謝奧輝 那我們接下來歡迎John 謝謝Richard 大家好我是活動通的營運長及創辦人 然後我本身是創業家 公司是在三年前成立 然後也是因為剛開始在做這個startup的時候 自己寫了一個網站 然後覺得不是怎麼太好用 所以就發給Richard說 請他來給我那個給給指教 因此這樣才結緣 好那這個東西跟基本上我要講的前線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呢 最主要是在這個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由於我站在一個使用者的角度 我去怎麼樣去看一個經流一個平台 不管是國內與國外的一些發展以及趨勢 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 他怎麼樣方便的使用一個經流平台 從一個business model 從一個business 部分怎麼樣看這個經流平台 在他的model裡面 是扮演怎樣的角色 例如說我們現在是一個 商家 例如說我們現在是一個新創事業 他需要 線上收單的東西 國內有沒有適合的 第三方經流以及這些經流跟銀行之間體系的關係 在未來的轉變 不管是法規上怎麼樣跟政府去Digo 不管是在未來的國際趨勢上面 這個第三方經流 他到底跟手機結合了以後會有怎麼樣的化學變化 所以因此 我本身雖然自己不是 金流產業的一員 但是因為長期的觀察以及 跟這些廠商都有非常深刻的接觸 不管是在系統層面以及技術層面 以及這個商業層面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經驗 所以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剛好Richard來邀請 然後我願意 出來 拋穿領域 告訴大家說 現在到底有什麼 台灣有什麼地方 可以再做得更好 可以看看國外人 他們經過了 怎麼樣的一個轉變 有哪些例子 我們可以借見 讓我們台灣的金流 第三方師傅 做得更好的一個機會 謝謝